位在石門區老梅西旁 眼前這一座鐵皮建築 裡頭可是養了上百頭豬汁的養豬場 雖然從十年前就已經在這裡養豬 不過附近的居民卻時常抱怨 這一座養豬場每天都會不時的排放大量的廢水 裡頭夾雜著許多的豬汁排泄物 加上業者所焚燒的廢棄物 產生出來的惡臭 讓附近的居民真的是難以忍受 那實在有夠草啦 都全都受到那個打破啦 啊 聽說也有燒蝴蝶啦 啊 全一些廢棄物 聽說一直燒建築 廢棄物 啊 水都會徒勞的啦 嚴重喔 那如果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給生活 還不是在掃蝶蝶裡 一些里面喔 像包括海警 有人去釣 上面釣罵罵的 包括現在海警而已 去釣釣或什麼都 有時候噴到這個炒蟲 炒豬蟲味啦 那他們就是 排放水就是 不定時的 炒榜啦 因為這個房不勝房 對嗎 民眾也多次的向里長來陳情 不只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每天都要面對許多養豬的惡臭 就連在老梅西下游洗衣的民眾 都會被上游的這戶養豬廠 排泄廢水給影響 罵聲連連 而里長也帶著記者 實際前往直擊這座養豬廠 才到了門口就可以聞到惡臭味 所以面對鏡頭 業者卻跳出來止喊豬 這個水要經過沉澱 沉澱不夠 這裡有草味 這裡有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有草味啦 這裡的人也知道 這邊沒有草味 你如果說 其實 你如果說古城鎮正常的排放 你其實說 你不要說什麼 你不要說 你說去海口去 你只去海口去採水 或是你點我們這裡採水 你可以去拼 就是沒有 我們相關單位 比如農業籍 環保籍 相關單位 通通來給他 這家家人員 通通來給他調查一下才可以 不然我們的里面 環境很大 很激烈 業者表示 他們所排放的廢水 都是經過正常合法的程序過濾 才會排放到溪流裡頭 而業者看到鏡頭 還親自介紹自己的污水處理設施 不過里長前腳才剛走沒多久 養豬廠就將廢水 經由疑似岸管的地方排出 而里長也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前來稽查 讓業者不要再污染民眾的生活環境 記者許段藝 十門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